在2015年 東森新人王1萬美元冠軍獎金的號召之下 南加州第二場海選試唱會 參加選手是大排長龍 面對現場許多參賽選手 紛紛選唱全球各地知名選手 歷年熱門金曲的情況 有哪些智慧財產的法律 需要特別注意呢 東森新聞也特別請到了 洛杉磯知名律師王松峰 來維護大家的權益 看一位為年輕選手 勇敢走入試唱會舞台 大聲清唱 自己苦練已久的拿首好歌 不論是中文英文甚至廣東話 都是台前評審們 耳熟能詳的經典歌曲 然而像這樣子的公開演唱 到底有沒有觸犯到智慧財產權 就看商標法律師怎麼說 好比說我今天是拿別人的歌來唱 但是只是唱給我自己聽的話 那這是沒有侵犯任何智慧財產權的 但是萬一說我拿別的歌來唱 然後又不給別人credit 然後我拿這個歌拿去賣的話 那這就是有可能侵犯到別人的智慧財產權 雖然清唱沒有問題 不過回頭看看座無虛席的選手等待區 一位為挑戰者們邊聽歌邊背歌詞 臨時抱佛腳地努力練習 到底他們透過網路購買或下載到的歌曲 會不會有可能涉及到 觸犯智慧財產權的情況 商標法律師也特別說明 那假如說我下載了然後是要給我自己私人用的 OK 只要我不要再播放出去然後有賺到錢的話 這些在智慧財產權都算是OK的 而面對一些優秀選手 在一輪又一輪的比賽中 逐漸展露才華脫穎而出的情況 律師也鼓勵新秀在追逐明星夢的同時 也要順道建立起完備的智慧財產權觀念 在洛杉磯18位選手順利入圍後 東森新聞將從7月25日起 每週六陸續熱播 紐約舊金山兩地決賽與全美出賽 副賽與總決賽 歡迎觀眾鎖定東森新聞台 美東台超級台以及超市62.6台 查詢播出詳情 歡迎上東森每週台官網 東新聞用治理中瑤 在洛杉磯的採訪報導